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假冒别人的头衔 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是以真面目示人的 最开始长孙无极假扮太渊世子轩元明 和国公齐震斗智斗勇斗了三十几 而在这三十几里 扶摇也没闲着 他假扮了国公的一女宇文子 还入了宫 说是宇文子长得跟扶摇都一样 可不还是扬眉眼的吗 除了脸上多了一朵花以外 没其他不同了 就像长孙无极假扮轩元明 也不带个人皮面剧啥的 真是一点都不担心 万一有人认识天权太子怎么办 太渊朝堂上一度出现了真假宣元明的戏码 可笑的是真宣元明被判成了假的 假的成了真的 冤枉啊 反正结果就是大婚上的王上王后全是假的 不禁替忙了大半辈子杀也没得到的齐震 背乎有的团团转的太渊人吐一口老血 这中间还有一场戏是齐震派人假扮轩元明试探语文子 还有一大段戏是扶摇假扮风风颠颠的轩元小早已死去的女儿连儿 好不容易太冤的部分结束了 没想到扶摇偶遇佛连根本就不了解人家就答应假扮人家 于是扶摇摇身一变 变成了扶连去进京 结果扶连又遇到长孙无极 这次同样的他又是假身份 长孙无极的幕僚元昭许又是一场空对空 结果毫无疑问 天权的朝堂上也出现了真假美猴王阿布 撑下扶连的戏码 到了黑龙寨 扶摇和宗月又假扮起一王的特使 然后大家都以为长孙无极已经死在沙漠里了 悲碰中的扶摇 又看到了一个长孙无极 对又是不知道谁假扮了长孙无极 索性不但女主角 连观众都已经有了经验 能一眼分辨出真假无极 对没错 只有叫丫头的才是真无极 无极是不会直接喊扶摇的 最新的剧集里又一次出现了真假扶摇 竟然看到了两个大秘密同框的奇迹 要说的话 杨敏好像也很偏爱这种双生梗 好像很多部剧里都出现过这种一人分饰两个角色的戏码 比如仙剑极侠转三里的雪剑与西窑 宫所新月里出现过贾青川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不仅演的三世 而且旋女的脸其实也是照着白钱来的 2015年新浪年中盘点推出的最美表演里 杨敏演的短片《囚禁》也是双生梗 不过在扶摇这部剧里 同样的双生梗实在是太密集了 都已经数不清了这个 你办我我办你的剧情 到底出现了多少次 编剧是不是有真假美猴王行写 或者有Cosplay综合整 剧中扶摇一直说长孙无极是骗子 长孙无极自己也承认 我就是个骗子 其实扶摇自己也是个骗子 怎么双生梗 将长孙无极 ��독 即行 感谢观看